神秘的天眼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 云贵高原边缘地区 驻立着一座名叫九万大山的山脉 九万大山的总面积仅有1200多平方千米 最高峰的海拔是2081米 这与我国邻里的名山大川江也似乎并不出众 但是恰恰在这座山脉当中 隐藏着一些难以解释的自然谜团 传说在九万大山深处的环江茅南族自治县庆内 有一个被当地人叫做天眼的地方 当地人说那里是所谓的万木之源 九万大山连绵几百千米的森林植被 是以天眼为中心向四周蔓延开来的 那么当地人眼中的天眼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为什么那里会有万木之源的说法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九万大山 去探寻天眼的秘密 环江茅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 距离省惠南宁市约三百五十千米 九万大山从这里横跨而过 走进环江 但见这里奇风一粒古墓参天 在浓雾的笼罩下显得神秘莫测 当地人说要想探究天眼的秘密 就必须找到生活在这里的茅南族人 茅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 他们大部分散居在环江 一座名叫茅南山的大山周边 几百年来 茅南族人一直延续着自己独特的风俗 他们爱住原始的甘蓝木楼 木楼周边一定要种满大树 而且无论生活多么艰苦 茅南人从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家园 老一辈给我们走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能搬出去 再艰苦我们必须要走在这里 环江茅南人有着许多传统的信仰 最让人们感到神秘的 是他们一个已经流传千年的习俗 肥套 肥套是茅南族人生礼仪中最大的一个仪式 也叫还愿仪式 还愿仪式以单个家庭为主家 两天的祭拜时间 主家需要花费两三万元 这对于大多数一年总收入只有几千元的茅南人家来说 几乎是他们二十年的全部积蓄 但令人费解的是 即使是借钱 茅南人也一定要以最庄重的仪式来完成祭祀 他说是这个他的风俗习惯 他的那个祖宗都要交代 他就把这个仪式做完 不管你有多 不管你有多大的困难 茅南族又远 茅南族都是这个样 祭祀由经验丰富的施工来主持 正是仪式之前 装扮整齐的施工会一起朝着茅南山主峰方向祭拜 因为那里是茅南人心中的圣地 传说茅南山主峰上有一只神秘的天眼 天眼里住着一位广播森林的树神 当地人说 圣地天眼不可侵犯 否则将会受到神灵的惩罚 神秘的传说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 也同时激发了记者的好奇 传说中的天眼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茅南人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祭拜他呢 阳春三月 碧里中国设置组来到了环江茅南族自治县 进行科学考察 记者在环江采访中了解到 传说的天眼是隐藏在茅南山主峰上的一片洼地 那里山高灵密 森林植被异常繁茂 而且洼地上方常年云雾缭绕 由于天眼周边无路可走 价值种种神奇的传闻 至今也没有人进入洼地考察 那边不好走 一般的人过不了的 过去不了的 上次差不多下雨的时候 它有一个种雾上来 有时候那种上围打的那身形雾的 围绕着那个 据当地人介绍说 最靠近洼地的地方是离县城六十千米外的文雅村 为此 考察队来到文雅村 准备从此进入深山 探寻天眼的秘密 向导告诉科考队员 从文雅村到毛南山主峰的天眼 需要翻过两座山梁 距离超过十千米 一路上山几乎无路可走 当大家翻过第一道山梁后 向导提醒我们 越靠近天眼 大家行走越要小心 因为这里随时会遇到我们不知角的威胁 向导告诉我们 前往天眼的路上陷阱很多 大家一定要小心 翻过了第二座山峰 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大家面前 由于天气晴朗 巨坑上方罕见的没有云雾遮盖 记者目测估计 这个大坑足有三百米深 坑口直径大约五百米 四周崖壁几乎与坑底垂直 郁郁葱葱的森林 从坑口蔓延到坑底 并且越往底部 直备越发密集 向导告诉我们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天眼 大人 大人要闻吧 科考队员在坑口四周观察 陡峻的深坑根本无路下到底部 那么天眼究竟有什么神体之处 茂密的森林植被里 究竟隐藏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呢 科考队经过一番艰苦的寻找 虽然找到了传说中的天眼 但却无法进入天眼深坑考察 关于深坑的种种传说 是否真实 现在还不能够正视 因此要想解开这个谜团 必须进入这个天坑内部 可是怎样才能够进入天坑呢 就在这个时候 设置组遇到了贵州师范大学 熊康宁教授带领的一支科考队 他们也在还将科考 并试图揭开天眼的秘密 地理中国设置组决定 跟随熊教授一起进山考察 科考队在贵州师范大学 熊康宁教授的带领下 再次向深山天眼进发 熊康宁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康宁同事南方喀斯特研究 多次来到环江科考 熊教授在考察后发现 所谓的天眼 其实是喀斯特地区一种天坑景观 但让熊教授感到惊奇的是 这个天坑与其他天坑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天坑崖壁光滑陡峭 附着有很少的植被 而环江天眼不仅坑内植被茂密 而且天坑四周也长满了大树 就是一片森林 而且是一片原生态的 有的地方甚至就是原始森林 熊教授说 一般的喀斯特地区 地表水短缺 满山遍布灰白色的岩石 土地稀少贫质 地质上称为石墨化 但环江的喀斯特地区 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繁茂植被 水中分明 现在我们看整个南方地区 更多的是石墨化 而在环江的北部 出现了很好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 有着四十年喀斯特研究经验的熊教授 对此也非常吃惊 正是这种喀斯特地区的独特景观 让熊教授决定深入天坑考察 揭开天眼秘密 天眼位于茅南山主峰顶部 但经验丰富的熊教授 没有带领科考队上山 而是来到山下 对一条名叫安普河的河流进行考察 熊教授对安普河的水温流速等指标 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测 这让记者产生了好奇 难道是安普河的河水中含有什么特殊的物质 从而影响了天眼附近的生态环境 但熊教授说 考察河流是为了寻找一条进入天坑的捷径 崩塌形成的天坑 下面就有一个洞穴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地下岸和管道 中部产生崩塌了形成天坑 熊教授说 每一个天坑底部至少有一条地下河穿过 如果能找到形成天坑的地下河 然后顺着河道行进 或许就能进入天坑 那么科考队所在的安普河 是不是形成天坑的地下河流呢 于是科考队决定顺着河流方向 一路向下游考察 行进了一个小时左右 河道前方紧约出现了一面巨大的崖壁 那个斗崖那个山的后面是吧 对对对 天坑刚刚在悬崖后面 向导告诉我们 崖壁的背面就是天坑底部 安普河从崖壁下方进入了一个山洞 根据向导的讲述 熊教授推测 安普河可能是进入天坑的地下河流之一 但是通过前方的洞穴能否进入天坑呢 科考队员在熊教授带领下 决定进洞考察 一路行进 大家不时要涉水穿过河道 水下的卵石 把科考队员的脚硌得深横 虽然安普河水不深 但流速很快 稍不留神 就可能被水流冲倒 就在此时 河道上两块巨石挡住了科考队员的去路 翻过去时 一个高约五米 翻约三米的洞口 出现在科考队的密集 可是熊教授发现 由于水流在洞口前方转了一个近乎九十度的大弯 湍急的水流在前方不远处形成了漩涡 漩涡的下方是一个深潭 向导用手杖对水深进行了探测 熊教授从目前的水流流速推测 洞穴内的地下河可能会更深 水流也会更紧 如果没有特殊的装备 进洞会非常危险 为此 科考队放弃了从这里进入天坑探寻的计划 两次考察都没能进入天野 一些科考队员心里都有放弃的想法 但执着的熊教授却坚持要对这个特别的天坑进行考察 以解开心中的疑惑 熊教授说 喀斯特地区一般洞穴众多 如果继续寻找 或许天坑附近还有洞穴形成的通道 能够直接到达天坑底部 此时一位村民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在天眼附近有个奇异的洞穴 那个洞深不见底 常年往外冒热气 村民都不敢靠近 这个消息让科考队兴奋起来 这个冒气的洞是与天眼底部贯穿的洞穴吗 经过几天准备 科考队再次进山考察 向导说 山上大大小小的洞穴很多 他也不知道冒气洞的确切位置 因此科考队员只能在山中边搜索边前行 熊教授提醒大家 哈斯特地区洞穴众多 也许枯枝落叶下面 就会掩盖着一个几十米深的洞穴 而一旦失足滑落 就会有生命危险 不然 在科考队员的脚边不远 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向导说 从洞穴的长度判断 这个洞穴不可能通往天坑的底部 可是究竟哪个洞穴才是进入天眼的通道呢 就在大家感到疑惑时 科考队突然发现了一个隐蔽在半山坡小洞 最让人吃惊的是 洞内好像有架鼓风机 不断往外吹气 哎哟 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这个风都是最大的 我看它 看它是不是 哎哟 这吹出来的风挺老和的 这还是在洞口 向导告诉我们 这个洞穴就是他们所说的热气洞 每到冬天 这个洞口会冲出十多米高的白雾 神奇的冒气现象让当地人产生了各种猜特 什么是在神仙啊 还有呢 菩萨啊 什么东西在下面 反正都是在下面搞什么活动啊 毒贩呢 怎么冒那个 冒那个热气出来 他们就有这么认为的 嗯 里面可能是有温泉啊 或者是 或者是火山爆发的那种啊 洞内的热气究竟从哪里来 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就在大家拍测的时候 熊教授却判断了 这个热气洞很可能是进入天坑底部的通道 就是说它有 如果它有 它有那个热氧气出来 就说明这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洞穴系统 嗯 并且形成环流 熊教授说 卡斯特地区的洞穴往外冒热气的现象 在地质上被称为烟囱效应 形成这种热气洞 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洞内洞外的温差相对比较大 第二要有一个巨大洞厅 洞厅上方有出口 下方有入口 热气往上冒出的同时 凉气从下方入口进入洞厅 凉气温度升高后冒出 整个洞穴就形成了一个空气环流 而这个低路口 可能就在天坑底部 为此熊教授决定 带领科考队进入洞穴考察 在洞内树直下行了二百多米 科考队果然见到了一个高达十米的巨大洞厅 熊教授说 一般洞穴的温度比较恒定 下面入口的冷空气 进到这洞厅 温度会逐渐升高 然后再从出口冒出 在热气洞内考察 科考队不时有惊奇的发现 这是生活在洞中的蝙蝠 这是洞穴生物搬造马 这是非常罕见的青蛙和长线虫 甚至还有极为难见到的芒鱼 熊教授据此判断 这个热气洞不会有传说中的高温温泉 如果这是地热形成的温泉 那可能就形成另外一套的耐温性的 这样的一些洞穴的动物 如此丰富的洞穴生物 是否预示着洞穴与天坑相连通 天坑内的某种物质 给它们创造了特别的生存环境呢 在洞中行进了一千多米 记者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光滑的洞穴崖壁 在灯光的照射下 像宝石一样闪着亮光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 这些亮点 其实是附着在崖壁上的小水珠 熊教授说 这些小水珠是从掩体内部渗漏出来的 这说明这里水分充足 应该离洞穴底部不远 果然 科考队在前方不远处 发现了一条地下河 沿着河道行进了十多分钟 一个透着光亮的洞口 出现在我们面前 走出洞穴 科考队发现 这里正是传说中神秘天坑的底部 四周崖壁高所 坑内树木参天 空气一成湿润 茂密的植被中 不乏珍惜科数的兰花 和国家一级保护尺寓物 它的叶子有点像香叶的手上 叫赏叶木 国家一级保护尺寓物 非常珍惜了 它的温度相对比较低 湿度比较大 所以就很适宜这个 一些阴森的食物生产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坑内居然发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丹青木兰 发现了如此众多的珍稀植物 这让初次进入天眼的专家们 感到十分诧异 那么这个神秘的天眼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地理奥秘呢 它真的是九万大山 数百里原始森林的发源之地吗 经过更大范围的科学考察 专家发现 这里的确是整座山脉中 植被生长最为旺盛的地方 原来科学研究发现 天眼所在区域 本身河流纵层交错 而众多地下暗河 都流经天眼的底部 这使得天坑内水源丰富 四季不孤 同时 由于水分的大量蒸发 在天坑上方 形成了中年不散的云雾 浓浓的云雾 让天坑内部 就算一个天然形成的温室 常年平均气温 比坑外高出二至三摄氏度 常年平均湿度 也始终保持在80%左右 正因为这种独特的深坑小气候的存在 使得天眼内部能够拥有这一片最为繁茂的森林景观 那么九万大山中的植被 真的是以天眼为中心向四周蔓延开来的吗 熊教授告诉我们 尽管天坑内部植被生长异常繁茂 但是整座九万大山有上千平方千米的原始森林 这么多的植被不可能仅仅凭借一个天坑而长盛不衰 于是熊教授扩大了范围考察 不久之后他发现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茅南族百姓 似乎对这些树木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 尽管他们房前屋后都是绿色的森林 但这些人却从不轻易砍伐一草一木 环江这个地方的不管是洞族还是茅南族等等的 他们把树看为神 把那个石头看为神 把他珍惜起来 保护起来 这样的一些那个宗教信仰吧 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 就是他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 然后他还要要求他的下一代人 也必须对大自然有这个机会执行 原来通过科学考察 专家们发现 这片山岭之所以至今 能够保持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除了降雨等自然因素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茅南族百姓始终把草木 看作是自然神明的化身 即便是因为造房嫁屋 必须采发木材 他们也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 祈求上苍的原谅 在日常生活中 这些人极少破坏森林 消耗木材 于是 在千百年之后 这座大山 依旧保持着自己绿色的容颜 环江天眼和九万大山森林的秘密 已经被科学家揭开了 虽然所谓的天眼 并不是传说中的万木之源 天眼也不是九万大山的植被繁茂生长的 直接原因 但是专家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存在 才使得当地百姓 能够更加尊重自然 保护生态植被 也正因为当地人认为 天眼是山中最为神圣的地方 所以千百年来 几乎无人涉足其中 这也是天坑 至今仍有大量原始珍惜物种存在的原因之一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生活中 我是盛春 明明见